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让住在我们心中的圣灵 明白我们手中的圣经 你能够说阿门吗 而且他这个帮助我很大 还记得昨天我们有说 认识神的恩召的时候 你还记得我请你们做一件事吗 就是跟你旁边的人说什么 我是圣徒 如果昨天你没有做的话 或者你做得很不自然的话 再给你一个机会 跟旁边的人说 我是圣徒 这是圣经说的啊 不是我说 我是圣徒 我是圣徒 那如果应用这个很重要的真理 我想我们不但要求神借助在我们心中的圣灵 明白我们手中的圣经 那我想应该加上一句 求神帮助我们活出圣徒的生活和见证 能不能够讲大声一点 阿门 好 我们就同性祷告 爱我们的天父上帝 我们愿意效法你的使你 给我们留下美好的见证 因为他愿意一生奉献给你 就好像刚才我们所唱的那首歌 他真的是一生爱你 一生奉献给你 一生跟随你 我们愿意感动他的灵 也加倍感动我们每一位 我们同心向你祷告 恳求亲爱的天父 此时此刻 接着你和圣子耶稣基督所赐给我们的圣灵 不但住在我们里面 成为我们得救的应据和得基业的凭据 更恳求真理的圣灵 引导我们进入真理 明白真理 更加我们活出真理 遵行真理 让我们再次被你的真道所洁净 帮助我们靠住你的恩典 靠住圣灵的帮助 讨你的喜悦 因为你要我们圣洁 因为你是圣洁的 我们求主帮助我们 透过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经文 我们愿意把焦点放在 你极大无比的恩典 叫我们知恩 感恩 也要报恩 奉耶稣基督的圣灵祷告 阿们 阿们 我首先要 跟大家来思考一下 这位在教会历史里面 非常非常 特别的一个人 这个奥古斯丁 那我相信 听很多讲演讲 包括唐崇荣牧师讲到 也很喜欢提到他的 他很特别的 天主教也提到他的 东正教也提到他的 所以可见他真的很伟大 当然他不是完全的人 那不过他有一句话 这一句话我觉得 是很值得我们来思考的 他说人生最大的事就是 认识上帝和 认识自己 当然我这里就引用了两处的经文 第一个是越波的经历 越波经过这么多苦 最后他的总结是什么 从前我封闻 有你 现在我 亲眼 看见你 我相信这一些的苦难 魔鬼的试探攻击 是帮助他 更认识神 更经历神 同时他也认识他自己 他是 他看到自己的那种误会 如徽中 等等那种的尘土 他也看到自己的亏欠 然后我也引用 诗篇二十七篇 应该是大卫的祷告 我有一件事就是要 行求你 其实也有一首歌的 我要在你的圣殿当中 行求你的面 其实他这个 行求你 sick your face 其实就是 我要更加的来认识你 因为只有当我们更认识神 我们才能够更认识自己 只有当我们正确的认识神 我们才可能正确的认识我们自己 我想这个也是完全是根基 圣灵引导使徒保罗写信 给以弗所的教会或者信徒的 所以你看 我们在第一章里面不是说 不但要认识神赐给我们各样的福分 也要认识这一位赐福者 到了第二章 基本上就是我们要认识我们自己 大家要预备心 因为圣经好像一面镜子 我相信今天每一个一定有照了镜子 你早上起来照镜子的时候 怎么 怎么 你们照了镜子就很好看 特别是我们的发型 包括我自己在内 变成爆炸妆 特别晚上睡得不好的时候 大家要预备心 因为神的话 好 我想借座下来 我们就要从这一段经文里面 很宝贵的 其实这段经文 真的让我们认识我们自己 这三个很重要的阶段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经历 其实这一段经文 不单是保罗自己的见证 其实也帮助我们 你不能够说我不晓得怎么样做见证 不晓得怎么样传福音 其实这个就是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原则 首先就是我们蒙恩得救之前 我们还没有认识基督 耶稣基督之前 我们还没有成为基督徒之前 是怎么样的 然后 蒙恩的时候呢 蒙恩的时候我们是怎么样 我们怎么样信主的 信主的一些过程信主的一些经历 或者一些的因素 然后第三 蒙恩之后 信了主之后 成为基督徒之后怎么样 还记得今天早上 很重要的一些经文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 他就是 新造的人 旧事与过都变成 新的人 一定要有所不一样 不再一样 我们进行会有一个很好的课程 有上过 不再一样 上过的时候 有没有不一样 还是已经打回言行了 还记得那个360度吗 好 我们就来看 蒙恩前 圣经怎么说 刚才我们所读的 我不晓得你读的时候 你会不会很 很惊讶 圣经说我们是什么 我们是什么 这里很清楚讲 我们都是什么 死在什么 罪恶过犯之中 你千万不要误会 使徒保罗 是指责他们 其实我相信 你记得使徒保罗说什么 在罪人当中 他是罪魁 他是大罪人 他是大罪头 他肯定把自己 包挂在里面 其实今天我们看完了 那个死囚意见神 在分享的时候 特别一位姊妹 在分享的时候 也非常坦诚的说 其实 其实我们 就好像这个死囚一样 从属灵的意义来说 其实就是圣经所说的 其实从属灵的意义来说 我们都是什么 都是死囚 都是什么 都是该死 不但该死 而且是在等死 我们中国人常常说 某某人大坏人 这个人是罪该万死 万万死 我们呢 就算不是罪该万死 按圣经说 很清楚告诉亚当 至于夏娃有在 没有在场呢 你们三会后 可以问徐牧师跟陈牧师 不过亚当是无可推诿 亚当一定知道的 他说 必定死 后来毛鬼撒旦透过那个蛇 怎么样来引诱夏娃呢 你吃了 不一定死 好了 现在麻烦来了 夏娃真的吃了 有没有事 有没有事 你们回答的时候 要小心一点 有没有事 没有啊 对啊 他这里还活生生 不但没有死 还害死亚当 所以你不要以为姐妹们 你放心 很多人说 为什么魔鬼找夏娃 因为夏娃很软弱 很容易骗 我告诉你 正好相反 因为魔鬼撒旦 知道他真正的对手 是夏娃 不是亚当 如果你不相信 的话 你看那些推销员 他不会找我们 丈夫的 他通常找太太 只要太太说 买 丈夫反对无效 你再反对 吃方便面 对吧 那些推销员 比我们更聪明 所以魔鬼 你不要小看他 这个夏娃 他还要下一点功夫 亚当 他根本不必 什么都不必做 他就可以透过夏娃 亚当 亚当来看到 哎呀 你怎么吃了 我不晓得 他有没有这样问 不过呢 没想到 这个夏娃 叫他吃 哎呀 这个亚当 就是亚当 哎哟 这个亚当 应该说 你怎么可以吃 哎呀 死了 你吃了 一定死了 你死就好了 我不要死 哎呀 我不晓得是这么伟大 好了 死就一起死 结果 他也吃了 到底有没有事 有没有事 肯定是神讲的话 对吗 哇 你们也听信 也听信魔鬼的话 不一定是 肯定死 是什么 死 灵 你死了 因为当夏娃先吃 亚当吃了 你不要以为 那个是分别算数 有一次我在美国 不到的时候 你知道美国不到的时候 中国的很多学者 哇 双博士 三博士 什么博士都有 过后他就 他就问 他就问问题 他说 为什么上帝这么怕 亚当夏娃吃 那个分别 那书上的果子 是不是这位上帝 很霸道 或者很没有信心 不盼望他所造的人 有分别善恶的能力 因为如果你不会 分别善恶 那就很容易管 对吗 是罗马书告诉我们 什么 他造我们的时候 已经赐给我们 是非之心了 上帝造我们说 他是说 一切都美好 是最完全的 他绝对不会造 当时亚当夏娃是 不会分别 善恶的 所以 肯定不是说 吃了 你就有那个 分别善恶的能力 你知道是什么吗 我就有机会 去思考 经过祷告 神让我想到 不是分别善恶的能力 因为分别善恶的能力 上帝已经给了我们 那个是什么 分别善恶的 主权 如果你吃了之后 你就可以决定 什么是善 什么是 其实就是主权 而且这个主权 只有神有的 我相信我不必讲太多 在美国 我们就看到 太明显 不是圣经怎么说 不是圣经说了算 是谁说了算 几个大法官 投票 三票对两票 或者四票对三票 就决定了 整个国家 什么是对 什么不对 所以你明白 所以当这个罪 使到我们 以神隔结的时候 从灵性来说 就死了 我记得有一次 我在讲信息的时候 我就特别 起了一个例子 所以我在台下 有这个好处 我就用我的 这个手机 我说就好像 这个手机一样 如果 我这个手机是好好的 如果我把那个 那个电 如果我有那个电 那个电源的话 我把那个电源 分开了 他则是说 这个手机没有电了 他则的电池出了问题了 这个手机表面 看来是很好 对不对 其实是已经 死掉了 没想到我讲了 不到一个月 我的手机真的坏了 我真的要换手机 我真的要换手机 真的死掉了 所以其实就是这样 我们这里所说的死亡之子 是指我们在灵性上 因作罪 以神隔结 与生命的源头 就好像我们的手机需要电 跟那个电源 跟电的源头 隔结了 没有那个电源 其实就 没有了生命 不能发挥它的作用 不但如此 然后还什么 我们还是什么 还是什么 不但是死亡之子 还是什么 悲逆之子 我们中文翻译的很特别 这个被 那个第一个字像什么 像什么 脖子 对吗 好 我就奇怪为什么 读被捏不是脖捏 这个脖子 代表什么 我们常常说什么 你这个人 真的是什么 网的话说 就是说 真的很 很顽固 很顽固 其实姐妹也很聪明的 你看 亚当跟夏娃 常常很多东西 可以讨论的 除了刚才我提出一点 圣经说 亚当 男人是女人的头 但是有一些女人 也不简单 你是我的头 但是你不要忘记 我是你的景象 你明白我的意思吗 因为这个头 要被这个景象 其实不是 这是头控制景象 你不要以为 不过这个 悲逆就是什么 很顽固 而且是很刻意的 就好像圣经说 我们好像羊走迷了路 个人偏行 几路 悖逆之子 虽然这里所讲的悖逆之子 不是自戒止人 不过这里说 我们是 甘心情愿 受他影响 我们 所做的 是与神相对的 是 以神的心意 背道而施的 那什么叫做罪 我知道是很难解释的 我经常有一次 我在出来 侍奉的时候 教一班 学生 大概五六年级的 我一次问他 你知道什么 是罪人吗 没有人敢答 后来有个很勇敢 喝醉酒的人 同学就笑 那怎么办 看学主给我聪明 我说他打得非常好 大家应该给他鼓励掌声 结果他们也莫名其妙鼓掌 那接受下来 我说 其实 犯罪的人 跟喝醉酒的人 不但是发音是一样 意义上 也是非常一样 真正喝醉酒的人 会不会说 我已经醉了 我不要喝 会不会 真正喝醉酒的人 是什么 我没醉 我没醉 再来一杯 就真的醉了 那些夜讲说 我没有犯罪 我没有犯罪 夜讲夜多就什么 夜多醉 就让我想起 听说有一个中年人 看到几个孩子 围坐一只小狗 在那边讨论 他说 原来他们发现 这个小狗 大概已经迷失流浪了 那肯定不是在美国 在美国 这个是在亚洲 他说 这个小狗这么可爱 不晓得是谁的 我们就带回家 那要带回谁的家 要谁带回家呢 后来其中一个 来我们比赛讲骗话 谁讲骗话最厉害的 这个狗就属于他的 结果他们就在那边准备要开始 这个uncle这个成年人来 你们小孩子做什么 这么小的孩子就学人讲骗话 你这个uncle 你这个阿叔 我这个大叔 活了几十年 从来没有讲过骗话 这几个小孩子听了 大叔你等一等 他们就跑到一个地方 讨论讨论讨论 最后派了一个代表来 大叔 我看这个狗是 是你的啦 你说对不对 哎呀 所以真的不容易 不但如此 你看第三 第三节说什么 我们是 可怒之子 我们不但是死亡之子 我们又是悖逆之子 我们所行的 其实应该 是引起 神的愤怒 我们常常说 哇 某某人做的 真的是什么 人神 共愤 那其实如果 从属灵的意义来说 我曾经听过 在中国大陆 早期的时候 一些宣教师去 传福音 特别到一些乡村 去传福音 有一些人 不但不愿意听 就找一般人来 在那边 反对搞破坏 他们在那边唱歌 他们就在那边 在那边喊什么 他说 耶稣请我们吃馒头 我们就请耶稣吃 前头 你们敢这样讲吗 你们当然不会啦 那在还没有信主的时候 其实我也曾经 这些宣教师 到我的家乡 叫我们进去 跟他们一起唱歌嘛 用那个手 手奉琴 那我不但不进去 我找一般朋友 在外面丢石头 因为他是那种百姓的 一丢下去 好像交响起这样的 哇 我曾经也是非常反对的 博上帝很怜悯 真的是啃怒自主 真的是啃怒自主 我也听过一个这样的见证 有一个人去打猎 打到 打了整天都没有 打到猎 就很生气 到那个 所谓客栈 或者是 去喝茶的地方 听到一个宣教师 在那边传耶稣 你知道他怎么说吗 耶稣站啊 你叫他出来 我一枪把他绑下来 讲这样的人 是有一些人真的这样讲 你想 这些人怎么样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我是耶稣 的话会怎么样 你还记得 耶稣被钉石之家的时候 其中一个强盗 怎么说吗 你救自己 再来救我 他找很多人说 你跳下来 哎呀 有时候我在想 如果我是耶稣 我真的想跳下去 敲敲他一下 然后又跳上去 真的 我们本来是可能 就是好了 讲到这里的时候 你想接下去 第四节应该讲什么 你想象吗 如果圣灵感动 使徒保罗说 第一节说 我们是死亡之子 第二节说 我们又顺从心中 所喜好的气形 是那个 顺从悖逆之子 然后第三节说 其实我们也是 可怒之子 那你想第四节应该说什么 第四节应该说什么 我们是应该承受 上帝 最严厉的审判 对不对 我们是不可能得救的 不能 不可能是蒙恩的 我们是要领受上帝 从天上来的震怒 甚至好像大火下来 把这些人焚烧 但是我们看第四节 如果我们注意看第四节的时候 这个真的有一个很大的转变 我很喜欢中文的翻译 大家注意看第四节说什么 如果你有圣经的话 你注意看前面两个字是什么 然而 哇 这个真的是 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变 然而 它具有 丰盛的 怜悯 是上帝 怜悯我们 什么是怜悯 等一下我们会讲到 恩典 那请问 怜悯跟恩典 有什么 不一样的地方 最后一讲到恩典 怜悯跟恩典 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 这个是我们很常听到的 对不对 应该很熟悉的 加上徐牧师 陈牧师 用主的道教导你们 你们应该很清楚吧 好 给你们一个机会 还有周牧师呢 对 哇 三个这么好的牧师教导 好了 现在给你们一个机会 教功课 来 应该我没记错 应该是 如果我记得你的名字 你们有福了 Steven I remember you 因为我知道Steven 1.0 Steven 2.0 You can use English You can use English 这个是 怜悯是mercy mercy mercy 是怜悯 恩典是grace 对不对 那 mercy 跟grace 有什么 不一样 What are the difference I know 一定有一样的地方 都是重生来的 这个是 similarity So what what is different What is different It's okay Steven Don't worry You just try You just try You just start it And somebody will complete with you For you Try Try Don't worry It's okay Whatever in your mind Speak up God have mercy on you Okay Okay Thank you Thank you You are very brave And thank you We very appreciate that 好 没记错 应该是 Andrew Andrew Yeah 你有福了 Andrew 来 你要用广东话打也可以 好 试一试 没事 没事的 非常好 非常好 给他们两个鼓励的掌声 好不好 不过还可以加强的 怜悯 讲得非常好 怜悯 真的好像你说说 我们应该得到的惩罚 我们应该面对的上帝的震怒 上帝因为有怜悯 没有让我们去面对到 我们应该面对的那个结果 那个惩罚 这个是上帝的怜悯 Mersie 恩典还可以加强 来恩典 恩典 谁要加强恩典 好 徐师母出马 难得 对了 你不应该得到的 神 拜拜 让你得到 你不配得到的 你却得到 这是恩典 你应该得到的惩罚 上帝竟然 with hold 上帝竟然 应做他的怜悯 他不让我们承受那个惩罚 我们没有办法承受 所以你看 怜悯 和恩典 为什么有怜悯和恩典 中间那个 你们吃hamburger 你最喜欢吃的是什么 或者chick de la 上面那片跟下面那片我给你要不要 中间那个我觉得是最宝贵的 是什么 大爱 他爱我们的爱 今天我们已经看到神的爱是主动的爱 有行动的爱 而且是牺牲的爱 有效的爱 而且是永恒的爱 因着他爱我们的大爱 所以你看 我们能够蒙恩的就是 完全因着他的大爱 他怜悯我们 本来我们应该承受上帝 我们是死亡之子 悲逆之子 可怒之子 但是他却怜悯我们 还让我们以主同活 为什么 本来我们是死在最爱过犯当中 对不对 现在竟然能够以基督同 活过来 你有没有很羡慕这个 多玛 你羡慕多玛 我曾经羡慕过多玛 能够什么 你想多玛真的有去摸吗 这个多玛开始是多疑 这么怀疑 我相信主耶稣 向他显现的时候 我是很相信多玛 那个时候是跪下来说什么 我的主 我的神 因为主耶稣复活了之后 他不相信 他说除非我看见 不然我绝对不信 主耶稣特别向他显现 我相信他是跪下来 圣经虽然没有描述 我的主 我的神 后来主耶稣说了一句什么 你是因为看见我才信 那些没有看见我就信的是什么 是更加有福 所以我们一定要相信 我们比多玛 更有福 那你要看死人复活的神迹吗 拉撒路的神迹吗 其实我们本身就经历了这个神迹 从属灵的意义来说 我们本来是死的 我记得庄主库牧师有一次解释 这个很有意思 他说怎么样去理解呢 他说没有吗 很多时候 做太太的常常骂丈夫 你这个死人 什么意思 已经这么清楚 向你表达你都不懂 真的是死 你明白为什么 做太太有时候很忍耐 要去购买 怎么这样暗示 左暗示又暗示 他还是死人 还不懂 你明白意思吗 就是说没有什么反应 我们灵性上是死 在最爱过程当中 主耶稣因着他的大爱 他连命 我们就我们以基督通活过来 从属灵的意义来说 我们就是从死里复活 所以我们跟别人传福音 看到有人信主 其实这个是非常大的神迹 就是从属灵的意义来说 就是一个人从死里复活 然后也应用他的大爱 我们本来是悖逆之子 现在应用他的大爱 我们以主同坐 同坐的意思是什么 我想问你 现在跟你坐在你旁边 跟你的关系怎么样 一般上都是 一般上 当然我知道在教堂 大家都是好朋友 大家都是关系很好的 不过跟你坐在一起 是关系更好的 对不对 特别主耶稣说什么 坐在看啊 我在你的门外 叩门 如果有人听见我的声音 就开门了 我就进到 你里面 我与他 他与我一同什么 一同什么 英文解释就是 We shall die 就是我们一起吃饭 我们坐在一起 一起吃饭 能够坐在一起吃饭 而且吃到很开胃的 这个代表什么 关系很好 有没有吃过 有时候你很不幸 被安排 跟你最不喜欢的人 坐在一起 那一餐你吃得怎么样 反胃是吗 我盼望没有 我再说 我盼望没有 我盼望没有 不过这种经历 有时候家人 有时候都会遇到的 所以能够坐在一起 就是表明那个关系 已经是和好了 因为主耶稣来 成为我们 最美好的宗宝 让我们与神和好 因为他道成肉身 成为完全的人 可以完全代表我们 他也是完全的神 他可以完全代表神 所以希伯来书的作者说 他是最美的宗宝 这真的很奇妙的 所以我们能够以主 同坐 我相信 以他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这个是有属灵的意义 当然我们知道 这个也间接告诉我们 将来我们真的要跟他一起 坐在天上的 要跟他一起坐王的 不过现在就表明 我们已经借着主耶稣 已经与上帝和好了 然后也应做他的恩典 我们与主 同工 本来我们是可怒 只只该死的 但是应做他的恩典 让我们不必灭亡 因为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 告诉我们什么 会背的请你跟我背 不会背的可以偷看 好 一杯请 神爱世人 甚至将他的独生子 吃给他们 叫一切信他的 不致灭亡 反的永生 不致灭亡是什么 上帝的怜悯 本来应该灭亡的 对吗 上帝怜悯我们 不必灭亡 反的永生是什么 恩典 我们不配得 不应该得的 现在我们反而能够得到永生 为什么 因为上帝爱世人 他的大爱 这么大的恩典 临到我们的身上 就好像我们第一个晚上说 还记得第一个福分吗 我们是得蒙拣选 他不但拣选我们 让我们重新得到 儿女的名分 我们也得蒙救赎 其实 他不但拣选我们做他的儿女 其实他也拣选我们 以他同工 如果你注意看第七节到第十节 这个是我们很忽略的 因为我们 一讲到第二章 只记得我们的就是本福恩 又讲了两次 我们的就是本福恩 我们的就是本福恩 Full Stop 其实更重要的 为什么我们的就是本福恩 为什么神这么大的恩典 临到我们身上 第七节告诉我们什么 来我们一起看第七节 第七节告诉我们什么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赐 写明给 后来的时代 看上帝这么大的恩典 临到我们 这不应该成为白白的恩典 我真的很感谢主 当哥培里博士 布道的时候 其中一首歌 他很喜欢用来布道的 是什么 那么好像都没听过 我们竟然白白的领受 恩典嘛 我们就应该靠着主的恩典 也是白白的 分享出去 这也是我一直很强调的 我们不但要肯定 我们有永远的生命 我们一定要活出 丰盛的生命 因为神把这么大的福分恩典 赐给我们 不但让我们自己享受 要透过我们成为什么 他恩典流通的管制 所以我很想知道 我们当中有哪一位 在你家里 你是第一个信主的 第一个信主的快快几手 你家里第一个信主的 感谢主 第一个信主的 感谢主 我为你们感恩 好了 我想再问 你是第一个信主的 请问你到今天 是不是还是 唯一一个信主的 我不要请你举手 你心知笃明 不过我也不是责备你 上帝有他的时间 不过 你不要把所有的责任 推给上帝 因为上帝已经讲得很清楚 当信主耶稣 你和你 一家都必 得救 你相信吗 不过你也不要以为 这个是什么 什么automatic的 你不要整天背这个经文 念这个经文 这些经文 不但是一个应许 也是一个命令 我们的家人 不会因为我们信耶稣 他自然而然 得救 因为上帝只有儿女 上帝没有孙儿孙女 我们的家人 必须要个人亲自 认识 接受主耶稣 成为上帝的儿女 怎么样呢 就是透过你跟我 就好像这里说了 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福分 是很大的恩典 也是很大的挑战 不过感谢主 不是我们自己去做 我们是与 主同工 而且这里 第八节又讲了 第八第九节说 就讲得更清楚 不过我要你们特别看 第十节 也是我们很忽略 第十节也是我们 常常在那边讨论 在那边争论的 尤其我们针对天主教徒 天主教 天主教就是一直讲求 要做好事行善 我们呢 改教运动 全部改掉 不必行善 是不是这样 其他很多的宗教 我们华人的信仰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大部分都相信 我们 我信耶稣出来传福音的时候 我最怕遇到一些人什么 我什么教都不信 我只信睡觉 这种很麻烦 不过另外有些人说 很好 基督教很好 宗教都是叫人做好的 我们 佛教也好 道教也好 包括民间宗教 你也甚至可以说 任何宗教都是欠我们做好的 对吗 你也不要摇头摇得这么快 你摇一半就好了 对一半 不是完全不对 如果你说完全不对 我想也不对的 我是指正宗的宗教 不要讲那些邪教了 其实所有的宗教都是欠能做好 对的 但是感谢主 基督教的信仰有什么不一样 我很深地体会到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他不是我们的教主 很多人还不认识耶稣 是我们的救主 把耶稣当作是教主 耶稣是我们的什么 救主 救主跟教主 是有很大的差别 我常想象 如果我不会游泳 掉进那个深河里面 我一定喊救命啊 救命啊 救命啊 忽然有一个游泳教练来了 他说你今天遇到贵人 不过他就趁机会训我一顿 你为了省钱 不肯学游泳 不肯花钱学游泳 你现在后悔了吧 不还好 今天我心情很好 我可以免费教你游泳 你想我在那边挣扎 我在那边挣扎 他教我游泳 你想我会怎么样 我常常觉得 我就算不是被水淹死 肯定被他气死 你想是不是 我在这个生死关头 我已经喝了很多水了 你还要教我游泳 我需要一个什么 我需要一个什么 想办法把我救上来 就算你不跳下来 也把救生点给我 把我救上来 以后才 教我游泳 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做我们的救主 让我们 被救起来的时候 我们成为新造的人 所以这里很重要 那第十节说什么 第十节说 我们颜世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 造成的 我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神所预备 叫我们行的 我们其实也应该要行善 不过我们不是靠行善来得救 乃是我们得救了之后 我们怎么 注意感恩的信 报恩的信 我们能够有好行为 我们能够祝福别人 去关心别人 更孝敬我们的父母 更关心我们的兄弟 我相信有一天 他们一定会观察到 不一样的 那我真的很感谢主 我知道 祈福所有的宗教 基本上都是要靠行善得救的 不管什么宗教 如果我们不愿意相信 耶稣就是救主 我们不愿意接受 耶稣为我们 预备的这个救恩的方法 我们只有选择 只有靠自己 因为没有救主了 就一定要靠自己 靠自己就一定要靠行为 那可靠吗 可靠吗 我的孩子小的时候 他不懂从那里学来 他说靠山山会倒 靠人人会 跑 他说最好靠谁 感谢主 那个时候说 最好要靠耶稣 最重要是要靠主耶稣 因为耶稣最可靠 为什么 因为他不但为我们降生 为我们带死 为我们复活 还为我们升天 在父的右边 还为我们带求 他还允许我们 要为我们再来 我们现在与他同工了 我们每一次祷告 其实就是与主耶稣同工 他在父的右边祷告 我们传福音的时候 也是与主耶稣同工 因为这个是他给我们的大使命 有圣灵帮助我们 我们过圣洁的生活 也是与主耶稣同工 其实是同工 我们在教会里面 或者在教会外面 我们在我们的家中 在我们的公司 在我们的学校 我们所做的 我们认同 我们所敬爱的 藤敬辉牧师 他的一句话 凡是为主而做的 在主的眼中看来 都是侍奉 我想这个是广义的侍奉 当然在教会 或者在教堂的侍奉 当然也是一种侍奉 好像师母今天带领唱师 带领的好不好 还不鼓掌 鼓励 鼓励 以后要带得更好 每一个人都能够体验 所以这一生 最美的祝福是什么 认识主耶稣 信靠主耶稣 不过今天 我们要加多两个 除了认识主耶稣 信靠主耶稣 最美的祝福也是 见证主耶稣 传扬主耶稣 你可以放任何的 不过今天我是要请你 用这两个 见证主耶稣 传扬主耶稣 你可以 自己也可以改 敬拜主耶稣 送赞主耶稣 跟随主耶稣 爱慕主耶稣 你唱不完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是永远唱不完的 好不好我们一起来 不过我盼望我们 在座的朋友们 帮我们这首歌 能够打动你的心 好像神透过这首诗歌 来感动 我所认识的 吴启贤 弟兄 他是一个歌星 也是一个演员 上帝就是用这首歌 来感动他 信主 那他也唱 这一生 在无数的黑夜里 我用星星画出你 你的恩典如真心 让我真实地见到你 在我的歌声里 我用音符赞美你 你的美好是我今生颂养的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认识 主耶稣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就是能信靠主耶稣 走在高山圣谷 他会把我同行 我知道 这是最美的祝福 是的 我们不但知道 这一生最美的祝福 是认识主耶稣 信靠主耶稣 还记得我说 还要唱一遍 是什么 见证主耶稣 传扬主耶稣 你愿意吗 如果你愿意的话 我邀请你 站起来 活在福中要知福 要更认识 这一位上帝是赐福者 那我们今天神的话 一再次提醒我们 知恩 要报恩 所以求主 帮助我们 使用我们 我们在天上的父神 我们在这里 向你献上 满心的感谢 因为 我们这一群 不配的罪人 我们蒙了 你的怜悯 更是蒙了 你的恩典 主啊 使得我们能够 重新在你的面前 因为你的能力 因为你的恩典 使得我们重新 跟你建立 那一个关系 而这个 这个关系 是我们人生 最重要的一个关系 让我们从你那边 重新得到你的生命 主啊 你拯救我们不仅仅是要赐给我们生命 你还是要继续的使用我们 使得我们成为别人 能够认识你的一个管道 主啊 主啊 我们在这里就将 愿意将自己奉献在你的面前 再次求主 你来时常提醒我们 我们 在你的面前 我们不仅仅是 蒙福 我们还是 要靠你的恩典能力 成为别人 蒙福的一个管道 因为这就是你呼召 我们成为你儿女的目的 主啊 我们在这里 就是向你献上满心的感谢 谢谢你赐给我们这样一个福分 使得我们可以成为 主 你使用的一个器皿 谢谢你 我们愿意付神的慈爱 主耶稣基督的恩惠 以及圣灵的感动 常常与众人同在 从今时直到永永远远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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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主 谢谢徐牧师 还没有坐下之前 应该跟旁边的人说什么 知恩 感恩 报恩 感谢主 讲了就可以请坐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